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单黄了 咋回事 我也不知道 打电话说就不要了 这前两天还到园子里来看 说还要增加订单呢 转眼他就黄了 咋就不要了呢 是低价把生意给抢了 那不可能 这客户做高档水果都十来年了 他懂行情 赶紧打电话 把是啥情况问清楚 不好打呀 我害怕得罪什么呀 你打通了我跟他说 好好好 咋就说说不要就不要了吧 通了 喂 是老王吗 我是丹霞村的孙之书赵百川啊 是这 听老郑说是 今年不想要他家果子了 我就想问一下 是对老郑家果子品质有什么担心吗 还是其他啥原因 你跟老郑是多年的老关系老客户 都成朋友了 有啥话你直说嘛 啥 注水 是为这 我知道了 行 我尽快给你交代啊 好 老王 啥注水 有人怀疑你 给这果子里面打糖水了 这已经发到网上去了 所以客户的 不敢订货了 这 这果子还能打糖水 这 这怎么可能呢 我这园子里这么多果子 我一个一个打糖水 我打得过来吗 哎 你看看这像有针眼吗 哎 怎么样 这水分 这甜度 还这 这香味 跟去年果子没趣味啊 是啊 这好吃的吗 没有糖味吗 是啊 我怎么可能给它打糖水呢 那 不行 我得找这个孩子进去 哎呀 没没没 这网上是谁随便这一发 你上哪儿找去 那我不能让它这么祸害我呀 老郑 老郑 你别急 这事我们尽快查清楚 嗯 这么甜的也用不着再打糖水啊 对啊 嗯 乖娃 乖娃 嗯 拿起水果 不要喝甜了 妈 你先放那儿吧 我一会儿吃 你忙啥呢你这是 石头城的宣传片 剪辑好了一会儿发出去 哎 哎 雪儿 嗯 我问你啊 这石头城要是将来开了 是不是在里面弄个铺子 特赚钱 那镇上县里还有市里的领导 都看好 能发展不好吗 再说了 赵书记看好的 肯定能干成 行行行行行 得了吧 你啊 你和你爸都被赵北川给收买了 你好好告诉我 这要是弄个铺子 是不是比弄大鹏赚钱 那得看你做多大的买卖了 哎 妈我跟你说啊 人家说咸阳原家村的铺子啊 一年能赚几百万呢 几百万 那不行呢 我得找赵百川把那个大鹏弄成铺子 哎 妈 你管赵书记要大鹏了 你咬点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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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背着我爸 管赵百川偷偷要大鹏啊 你 你就等着我爸跟你闹翻天吧 那赵百川是用赵梦的名义要的大鹏 你爸根本查不出来 我跟你说吧 咱虎娃 咱虎娃的户口是在村里吧 那你说要个大鹏是不是不文法政策 就你把死将死将嘛 就不给弄 反正他查不出来 不 现在 你觉得应该把那个大鹏弄成铺子 我还觉得那铺子好呀 那铺子和大鹏那两回事 那能随便换吗 妈我跟你说啊 你别再背着我爸偷偷地去管赵百川要铺子了 你这事让我爸知道 他肯定跟你离婚不过了 真的 他换不成就变换了呗 不过你这事不能跟你爸说听没 他不在这儿不要跟你爸说啊 我不说 我还想要亲爸亲妈妈 就是 来 吃个葡萄 吃一个可甜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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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不弄错了 我们没买梨 没错 不是 你这啥意思啊 这 是我自己种的 就想送给你们一箱尝尝 不不不不 您得拿回家 这回家 犯纪律啊 我呀 可不是行贿 犯啥纪律啊 不是 我不能说 我收了保生才把我骂死 哎呀 你放心吧 我叫你收下 你就收下 我咋给他说呀 现在 咱们两个村子合成一个村了 乡里乡亲 就不能送点东西吃了吗 来 来 来 你忙你的 我走了 那晋云你来啊 好好好 啥意思啊 大家看 这是真眼 这就是打糖水的罪症 我扫过了 这是丹家村的证金所 以后他的梨大家别买了 千万别上当 就是因为这个视频 让老真家 所有的订货合同 都被取消了 这以前啊 有往这个西瓜里注糖水的 有拿糖精泡澡的 这个梨也能往里注水 绝对不可能 郑叔是什么人 我很清楚 他家就住在我家隔壁 他绝对不会干这种 损人利己的事情 你们说有没有可能 是经销商干的呢 也不可能 你想啊 这经销商经手的水果 比咱果弄是多多了 他哪儿有点闲工夫啊 挨个儿得 给那些水果去打证据 说得是啊 这往水果里种水的话 这水果也不容易保存啊 别人会干这种傻事 你说会不会这个 他们是嫉妒老郑 有意陷害他 不排除这种可能 这个人简直太坏了 一定要把他救出来 尽快查清楚 实施真相 要不然咱们丹县村的身影 就给毁了 而且直接影响果农的利益 嗯 又是 你看这个有个黑点 这像素这么差 这到底是个真眼啊 还是个什么其他的痕迹 也看不出来 有新视频了 现在他的仓鼠吃了谁以后 死了 一口咬定就是被毒死的 完了 事情闹得越来越大了 我看这就是栽赃陷害 谁知道他仓鼠怎么死的 很有可能是他自己弄死的 他一口认定是迟毒死的 咱们也没有证据反驳他呀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就算只有十分之一的人相信 那老郑的得也全完了 所以说啊 必须得想办法 马上联系上他 这里里边 到底有没有毒 到鉴定中心去一检验 不就知道了吗 我联系过了 私信也发了 我倒不回啊 我试试 我也再联系一下 我也再联系一下 我能得罪谁呀 这整天不是在过言 就是在家里 这是哪个挨钱刀的呀 要害死我们 我们两口子在地里边 没日没夜地干活 就是想把果子卖了以后 好过话读书啊 行了 别哭了 我倒是觉得 赵书记他不会看着这事不管 这啥时候解决嘛 这树上的果子等不及了呀 这眼瞅着又要上霜了呀 你可实在不行 就先把它都摘下来 放到冷库里面吧 这几万斤哪 这都放到冷库里面 这得花多少钱呀 君盈 你们都看见了 我们就是个种果树的 从来也不在那果树上 大什么增填鸡啊 蓬打鸡啊 就是想让大家 吃上放心的果子 你说这是谁呀 要无赖我们啊 别哭了你 我就不相信了 实在不行的话 咱俩去 咱俩给他们卖果子去 行 我们去给你卖 这么好的果子 它就能没人认啊 拿到外面卖 就不值钱了呀 不值钱也得卖啊 是不是 那总比都赔了强吧 能把肥料人工都收回来 我也就知足了 这咋了吗 吹头上去了 咋了吗 咋了吗 大嫂 我这辈子都脱不了皮了 喝啥呢 不是刚给你弄了五十颗果树吗 果子都没人要了 要果树干啥呢 啥意思吗 老郑被人家告了 说他给你打糖水 现在果子没人要了 你说我要果树干啥呢 还真得告了 告了 都发往上了 订单都退了 咋了 你那果树不能要了 咋了 你忘了 你那果树不是白给你的 是从你分红里抠的 对呀 我咋就没想到呢 那果树我不要了 我就说嘛 这靠天吃饭了 报保险 那你说我不中低我干啥呀 就靠那点救济款 那每个月 跑去吃喝 那就啥都不剩了 我想买个手机都没有钱买 要不你跟我干旅游啊 那干旅游我更不行啊 我算不了那个账 难说你能干个啥吗 怎么了 我中几颗新的果树苗了 你傻呀 还是疯了 那果树苗结果不得两三年 你能等两三年 他 我看我这辈子是脱不了心的 没事 别着急 当初夏主任不是答应咱吗 只要咱搬过来 就帮咱脱贫吗 他不能不管 那你说我咋就这么倒霉呢 那啥事都让我碰上了 没事 没事 咱等等等等 快快快 不着急 这不是收好了吗 老郑过来给咱们上课 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啊 我听说果子让他们打糖水 让人给发现了 果子还能打糖水 肯定能 要么果子怎么那么甜呢 这不可能吧 我听教授说 这果子打了糖水 这今后是要坏的 不可能 不可能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 人家老郑他们 都是挣的辛苦钱 都不容易 他们跟你上了两天课 是不是把你收买了 不是 就是 咋说话的 谁收买我们 就是 这事情还没搞清楚呢 都不能瞎说 教授说的话 我可是相信 他说了 这里面有误会 那肯定就有误会 走走走下去 咱回家 这 这 这 没点真有误会 你真打算在这里安营扎寨 赵妈 你打算在这儿住几天呀 你也嫌弃我了 我就在这儿住几天 反正晚上这儿又没人 你让我在这儿住着呗 我不是不让你住 你看 这里的环境 哪能跟你家里比啊 万一住得不舒服呢 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你爸担心你呢 我爸怎么担心呢 我出来一晚上 连个电话都没有 你说现在这小七娘都走了 一天到晚无所顾忌 胡说八道道要生事 完全不考虑后果吗 你别激动 既然老郑没做过 咱一定还人清白 我现在不是担心老郑一家人 他们家果子卖不出去 我可以想办法给他卖出去 我担心的是我们全村人 全村人的荣誉 全村人的果子卖不出去 神仙拉的也救不了咱们 咱的是咱们的精子招牌 岁上的苹果卖不出去 黎卖不出去 连在这儿蔬菜大铺都会受影响 你看 赶紧看看 你别吓唬自己 没这么严重 老夏 咱们单家村也是从 从苦日子熬出来的 不能退回去 我知道 你说你这亲父你俩 这哪有难解的仇啊 别给你爸止气了 你这做女儿的回去头一滴 这个事就过去了 我再低头啊 再低头那女人就进屋了 那家有她没我 那我没她 我觉得你对他们俩有偏见 你这么做太过分了 我过分 就是因为那女的 我连妈都没了 要不是她 我妈还活着呢 赵莫 那你给我说说 以前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上小学那年 有一天 我爸爸妈妈 带着我 去看刘东桥和峰峰 其实那天之前 其实那天之前 我们两家的关系很好 那天 我们一家 去峰峰家吃饭 来 赵莫 你来吃个这个 好 给冬桥演一句 这个对 给冬桥演一句 对 给冬桥演一句 对 给冬桥演一句 好 来 谢谢妈妈 冬桥啊 好 来 赵莫来一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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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好 可是突然 我听到一声巨响 然后 放刺他了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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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那边有孩子 没事 赶快去救他们 我先救你 我先救你 你赶快去救他们 我没事的 你快去 那边有孩子 快去 我马上回来 我马上回来 不要管我 你快去 好 好 好 快去 冬桥 你个妈妈 你个妈妈 快去 你贽 你贽 我贽 你贽 你贽 妈 如果当初我爸爸先救了我妈妈 我妈妈就不会死了 在他心里 父母就是逼我妈妈出来 长哥 你爸是个舍弃为人的大英雄 你不应该怪他 更不应该走跪风云 别提他说好话了 我是不会原谅他的 你失去了妈妈 你爸爸失去了妻子 他自己肯定很自责很难受 你就不要再拿这个事情刺激他了 我看他 早就把我妈妈忘了 你这么说 你心里也很难受吧 你知道这不是真的 你妈去世 纯属是个意外 你 你也不应该责怪凤梨 他一直照顾你爸 他肯定觉得是归下你那家的 他自己肯定也很自责 你不用提他说好话 我说不会接受他 张梦 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 别让你爸担心你了 你能别管我了吗 你让我自己待一会儿 张梦 你还是回去吧 我想自己安静一会儿 你走吧 行吧 那你晚上盖好被子 你还跟着你 我妈妈 我都不过来 我都不过来 你真的跟着你 你还好吗 你不过来 我再来 我又不过来 你也不过来 我再来 你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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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来 你还好 你都不过来 不回来就不回来 我才不去求你 这里还行啊 行什么行啊 谁收的 谁给我送过去 我没收 他就不放那儿了吗 我早就有过规定 不管什么东西 谁收的 谁处理 不是 你这个人 怎么把这人家放到那儿 天天给我找麻烦 谁给你找麻烦 我还没问你呢 你干啥了这是 人家巴巴的来 给你送这一箱子梨啊 你别瞧瞧这一箱子梨 救他一条命 那家村的人太好玩了 一条命就值一箱子梨啊 太小气了吧 这也 来啦 夏书记在吗 谁啊 选择我 三不咱 来来来 进来进来 坐吧 书记 我心里愁得慌 叫主任 你咋坐那儿了 别管他 别管他 他这是想耍赖 我今天就让他坐这儿说 你坐这儿 你坐沙发上 快快快 来 行了 你起来了 坐沙发上 沈子给你倒水一下 我那果树还能不能不要 哎哟 三不咱 大伙求爷爷告奶奶 把这个果树给你要下来 你说不要就不要了 你怎么这么自私 就得自己合适啊 那不是 那梨都没人要了 我要果树干啥呀 谁说不能要了 现在不是等鉴定结果的吗 那梨树也不是白给我的 以后要从我的红里扣的 那如果果子卖不出去 我以后吃啥呀 我顿顿吃梨吧 我 我想想我还是不能要 对对对 不要了 不要了 正好咱们那三万块钱 也能拿回来 怎么哪儿都有你呢 回屋睡觉去 咋了 不能说了 那三万块钱 也是我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呀 主 主任 你给我垫钱了 那也不能让人赵白川一个人垫呀 这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三不正 啥都不用说 回去回果园把工作干好 你说这个果树真能要 我这么跟你说吧 这个 我里边有三万块钱 那果子不能要了 我这钱不搭水漂了 我能干这配备的买卖吗 嗯 我明白了 那果树 我就不退了 你回去啊 好好干活 多向人老正学学就行了 好 那我知道了 这个胭脂存人 我知道为什么穷了 主任 为啥呀 思想境界 你看人家丹霞村的人 一个人出了问题 全村人上 你说你 果子还没问题呢 你就想推果树 咱就说人家老正吧 出了问题人想怎么解决问题 连赵白川都亲自批挂上阵 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主任 我跟你说果树的事呢 你怎么说什么境界 这 这个境界啊 你回去好好想想 就是改变观念 改变观念 改变观念 那我 我回去了 人都快走了 思想境界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几个人轮番联系他 他就不愿意跟我们沟通 尽量找到这个人 最好能够让他 跟我们一块去鉴定中心 这水果到底有没有问题 一鉴定就清楚了 是 问题是啊 这个梨要在人家手里 是人家自己注的水 鉴定中心能鉴定出 这个梨是谁注的水吗 我同意 我现在有点担心呢 是别人设了一个套 就巴不得咱们去鉴定中心 要是鉴定出了问题啊 证书的谜语就彻底毁了 毁的可能不仅仅是 一个人的谜语吧 赵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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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大事了 啥了 出大事了 赵书记 咋回事 我的订单全没了 他们把我的订单都给退了 我昨天刚发的货都会回来了 我也一样 赵书记 你说这咋办呀 那村委会正在讨论这个解决办法 你们先回去 如果有啥消息马上通知你们 大妈 先回去吧 会解决的 你们先回去 不急啊 谢谢了 好的好的 先不着急 你们先回去等消息好吧 有消息马上通知你们 好的 好的 看看 这就是连锁反应啊 关心则乱 我觉得啊 现在我们方向错了 我们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了 你有啥主意 你看 万一他拍视频的人就想栽赃陷害你 他躲着你 你能找得着他吗 咱们自己建立咱们自己的水果没问题 那不是有轻者自轻啊 自己准明自己 咱们自己证明自己有说服力吗 其实也能有说服力 只要把这个过程啊 做得公开透明 比方说 从采摘开始就录像 一直录到结果出来以后 让大家伙看得明白白的 嗯 有道理 所以说啊 咱们当务之急呢 必须得双管齐下 一方面 我们自己证明自己的清白 同时得马上找到这个上传者 这样才能让大家信服 好 那就赶快行动吧 嗯 好 好了 嗯 好了 开始了 嗯 好 OK 开始了 看了 开始了 开始了 这是咱们丹西亚村的果农镇金所 这一片果园呢 就是它的 这些果树大家都看见了啊 待会我们从这果树上摘几个果子 马上送到建立中心去 嗯 这个塑料袋 密封的 来 正好还带着叶子 来 我现在把它密封了 到底里边打没打东西 鉴定完了以后 马上就知道了 这个 管用啊 管用 咱又没做亏心事 不怕他们造谣 行 好 马上出发吧 好 好 福福 一直拍着 来来 拍着 一点都别漏啊 好嘞 好嘞 小主席 小主任 我等着你们好消息 这家伙太狡猾了 我换了好几次身份私信的 他都不打理我 不好意思 那个 也许下属人说得对 这个人就是要故意抹黑咱们孙子 咱急着跳脚他才高兴呢 必须要把这个人找出来 不然还会有下一次 我再试试吧 要是再失败 我也没办法 回复了 回复了 走 跟我到镇上去 走 跟我到镇上去 老险 几点了 四点半了 哎呀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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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速度咋办呢 实在不行 咱们就得住那儿了 明天一大早 再赶到监定中心去 别别别 咱们还是办完了吧 办完了心里踏实 你赶不到也不行啊 请监定中心加个班行不行 可以啊 喂 老王 我是夏宝生啊 你们中心能不能加个班 帮我们鉴定下水果 那太好了 好好好 马上往你那儿赶 答应了 太好了 老夏 你真是急时雨啊 东小马 咋了 好啊 你现在带上水果 我让夏主任给你发个地址 好吧 我们现在也往那儿走呢 那个人也找到了 找到了 哎呀 真是有情无险啊 是啊 姐姐 你是第二个受害者吗 咱俩一起录过视频 你劫发他们的罪证 这怎么是个孩子啊 是不是有人指使你这么干的 没有人指使我 我是正义的使者 你还正义的使者 你知不知道造谣声势是犯罪 你别走 别想跑 终于抓住你了 你们是谁 你们又干啥 我们 我们要纠正你的错误 我可没犯错 你还没犯错 就因为你发那视频 我们这梨都滞销了 谁让你们往梨里面打糖水 卖不出去才好呢 给我吧你 你别想销毁罪证 我家里还有呢 谁要销毁证据 我们是拿这梨去做鉴定 你不是说它注了糖水吗 一鉴定就知道结果了 我不相信你们 谁知道你们会不会 换一个去鉴定呀 我们有视频为证 如果鉴定结果出来啊 这梨里面没有注糖水 你还得再发一个视频 道歉 知道吗 要澄清事实 凭什么呀 还凭什么 小妹妹 你知不知道 你造谣声势 是犯罪 是要坐牢的 你要拿你的前程 去赌一下吗 你好好想想 你们别吓唬我 我懂法 行了 丁香 别跟她说了 这样 找她老师去 让她老师找她家长 我看行 走吧 刘主任 走 你们别找我家长呀 要是鉴定结果没问题 我就发澄清声明 好 静在这儿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水果农产品检测检验中心 马上把老郑家 刚刚用现摘下的水果 送进去鉴定去 等会儿 等会儿 这是消费者反映的 注水的那个饼 我们一块儿送你去检验 对 大概要多长时间 我们尽快 谢谢 好 越快越好 谢谢 谢谢 水果 这肯不见得 哎呀 你别在这儿晃来晃去的 弄得我眼晕 夏主任 这个事关系到整个丹下村的名誉 你别说赵书记了 那我们都紧张啊 出来了 出来了来了来了 好 哎 哎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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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检验报告 检验报告 等一下 检验结果咋样 检验合格 合格 太好了 咱们 副宝赶紧开戏 拍一下 这个是老郑家 现摘水果的鉴定结果 一切正常 而且上面没有 注射糖水的痕迹 这是那个 消费者反映 有注水的那个鱼 检验结果没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 太好了 太好了 师弟 师弟 没事 没事 我师父 我有点兴奋 总算是为咱们村的水果 我要回深院 老孝 谢谢 谢谢 我刚才出了一身汗 赶紧赶紧 快快快 冬桥 所有的东西整理一下 好 是吧 都发到网上去 好嘞好嘞 赶快越快越好 冬桥 冬桥 你们两个赶紧把鉴定结果 发到网上去 别耽误了啊 好嘞好嘞 今天晚上我们两个人 连夜做把它做出来 大家好 我要向各位网友诚信一下 这个梨没有注射糖水 是我看错了 对不起 给大家照读狠狂了 请大家放心 那孩子跟咱们道歉了 还亲自吃了咱们的梨 证明咱们的梨没注水 东桥 把这个仪器发到网上去啊 行 明白 我马上就发 老夏 这回你可是帮村里的水果 保住了名声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谢什么 这不为了大火吗 别熬夜了 今天就是熬到天亮 我也得给他弄出来 我叔伪这事啊 急得都差点摔倒了 我得赶紧把这个视频 给做出来 跟网友澄清 咱们村子梨没注水 你说啥 你说差点摔倒 那说明的是病重了 要动手术啊 他现在哪有心思做手术啊 都急得抓着脑腮的了 行了 妈 这时间也不早了 您赶紧歇着吧 还得囊活呢 把牛奶喝了 唉 不客气 疯疯 白川 你的病情是不是加重了 没有啊 谁说的 我听人说你差点摔倒啊 那肯定是病情加重了 你现在是不是胳膊啊什么的 都麻得很厉害啊 没事 我身体好着呢你放心啊 白川 这身体不行不能硬撑啊 咱都五十多岁了 这手术咱们该做还得做 行 我听你的 忙过这一阵 我就去做手术去 我跟你说啊 我打听过了 是小手术 你不用有负担 好的 好的 你啊 这溜溜的忙活了一整天 我饭都没混上 啥 饭 又检测又录像的 连口水都没喝上 一个碎娃娃害得大家 跟着忙的团团转啊 所以啊 我让东桥去找了 把他找来 给全村的果农道歉 那道歉视频不是已经录了吗 那都不算 我倒要看看 这是谁在那网这么淘汰 他要不来 我就报警 你说啥呢 你要报警啊 人家娃娃不是已经在网上 道过歉了吗 那么些人都看到了 你非得把他弄村里来道歉啊 你还要叫警察 你都忘了咱虎娃当年受得委屈了是吧 你非要把他碎娃弄得跟弄个第二个虎娃呀 你咋不说话了 我问你咋不说话了 你来了几天呀 你跟这赵百川就混成这样 我告诉你 赵老盛 你就是跟赵百川混成亲兄弟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 杨慧文 别胡搅瞒尘行不行 这是两码事 这怎么是两码事 一个娃上个错我就一共子打死啊 甭管谁犯了错 那就得教训他 爸妈 消消劲消劲 这大晚上让人啥呀 让人听着笑话 来 爸 吃点这个 来 妈妈 不吃 你摔谁呢 你爱吃不吃 赵书记 夏主任 干啥呢 不好好工作 听我口令 各就各位 就位着呢 赵书记 你看 咱们村子里在网上的关注度实在太高了 是好的关注呢还是坏的关注 不应该是坏的吧 这说明咱们的鉴定结果起作用 起了 不光证明咱的瓶没毒 而且啊 还特别特别地甜 别别 你就这个视频就说瓶特别特别甜 太夸张了吧 书记 不光是视频 鉴定结果也出来了 咱们这个瓶啊 鉴定出来甜度是多少呢 十八度 十八度 好多网友都特别地好奇 都想尝尝咱们这个十八度甜度的狸到底有多甜 我也想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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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我们再 再给加把火 你的意思是乘胜追击 接着宣传宣传 对 你是越来越了解我 怎么宣传啊 这事得你们家下雪同志出面 下雪能办这事吗 对 下雪能办 丹霞好滋味 天然 天然 天天天天 天然十八度天 就这么几个字 你怎么就记不住 你怀怀 一会儿再来 还是换人吧 我拍不了 都拍十几遍了 拍得了 没事你放松点 赵书记说了 你是咱丹霞村的形象呢 我真拍不了 天生不是那块料啊 来 下雪 来来 你听我说啊 你刚才复工说得没错 放松 别太紧张 你别想这广告的事 我放松不了 你这样 来 你把这先给我 你闭上眼睛 什么都别想啊 放轻松 深呼吸 你别想拍广告这事 怎么样 好点了没有 放松了吧 嗯 没问题 你肯定行 相信我 加油 好 咱们再试试 好 加油 肯定行 好 导演 咱们再来一个吧 好 来 来 来 我们再来一个 小心 来 来 好 租筑